美国巴里兰州巴尔地摩的一座大桥 26号凌晨被一艘大船撞上 大桥随后起火倒塌 断层多结 导致桥上许多车辆掉入水中 当地的交通管理局表示 由于大桥发生事故 双向的所有车道已经关闭 并安排交通改道 美国众议院 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盖拉格 将于4月中辞去众议院职位 随后将由共和党议员穆勒纳尔出任主席 穆勒纳尔2月曾随盖拉格率领的跨党代表团访台 日本内阁会议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26号决定解禁武器的出口规则 让日本与英国、意大利共同研发生产的次世代战机 日后可销往第三国 同时也修改防卫装备已转三原则的运用方针 苏丹内战持续 180多万人 逃向埃及和查德等邻国 联合国驻埃及难民署表示 自去年4月至今 有超过50万人跨越边境进入埃及 使埃及成为仅次于查德的第二大难民接收国 新唐人员的电视整理报道